有些是2003的,有一些是2007以後的版本 2003以後的版本如果你要存檔的時候 它會跳出這個,請問是否要儲存成無聚集的活躍部 特別注意,你這個地方一定要選否,你不能選4 因為這個同學是按4就完蛋了 因為VBA都全部消失了,一定要按否 否則的話,一定要選擇啟用聚集的活躍部這個選項 一定要選擇對的檔案格式 如果你選擇預設這個的話 它這個是沒有辦法存VBA的 一定要選擇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把按下儲存,這樣才會是正確的 不然的話,你之前做的東西就全部消失了 之前有同學好像做完之後按一下按鈕 本來是OK的,結果奇怪按下去不OK 而且打開VBA,它這個模組就全部消失了 表示說因為存錯檔 存完之後的話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那個我們的那個範益檔裡面 你可以看到把它改成大圖式好了 其實就是另存新檔 它會幫我們把原來的那個151 這個檔案格式 改成這個 所以另存 這個 實際上就會變另外一個檔 以後的話你就是這個檔 而不是這個 這個是原始檔 改完之後的檔 那這邊會有個驚嘆 所以 如果你執行原來這個是沒有的 執行這個才是正確 OK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那個存檔 接下來的話呢 把那個152打開 152的話裡面就是長寬高 不過呢 這邊的話會有三個瓜糊 那三個瓜糊 其實呢 你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抓第一個 就是用FY函數 從第一個字開始繼續找 但是如果你要找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那個FY函數 假設啦 如果你要用FY函數的話 那STAR LUMBER的話 你就必須怎麼樣 就是從那個FY LUMBER這邊 你要把前瓜糊找到位置加1 下一個字喔 所以12從第2個 從第3個字開始以後再找 才會找到第2個瓜糊 那第3個瓜糊就是你找到第2個瓜糊的下一個 往後找才會找到第3個 不過喔 這樣邏輯大家知道 可是 太複雜了 太麻煩了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後來想一想喔 在以生用裡面呢 除了說用函數之外 它其實也會提供給各位一些 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想到喔 最快的方法 要不你就乾脆什麼 用資料剖析 有沒有像這一題的話 用資料剖析似乎會是最快的 那怎麼剖特別1先選取B2到B8 2的話呢 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兩種選項 一個是分隔符號 一個是 固定寬度 那分隔符號特別是因為我們這裡有 可能很多符號 那你切可能你也只能切 那個什麼鈍號 所以呢乾脆用固定 固定的寬度 按下一步 那固定寬度 它的使用方式當然前提是 你的 那個要的資料是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如果說你不是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那就不是用 這個方法 接下來就是說你要在 你要切割的那個地方 可能要手動點一下 點的位置請你在尺規上面 假設我要的是長的這些數字 寬的這個數字 點一下 而且要點準 你不能點Y了 點Y的話 變成 有沒有點到這邊 他會連刮壺都幫你留下來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 其實他提供的功能 你點Y的話 他可以讓你移動一下 有沒有 他可以移動位置 所以有時候你點Y了沒有關係 不用重來 移動一下就OK了 那下一步之後的話 然後 再來就是說 你要的資料你可以跟他講 這個是不要的 所以不會入詞欄 這個要 所以就不要動他 你就把不要的部分呢 把它選起來 這個 這個要 這個不要 這個要 這個不要 所以不要的部分選就好了 不會入詞欄 那最後告訴他說呢 你要放哪裡 特別注意喔 這邊一定要改 請你把它改成 B2 改成 C2 否則他會問你說要不要覆蓋 蓋過去就 原來舊的東西不見了 所以放出 最後的話呢 就 目標儲存個改成 C2 然後按個完成 他就會 瞬間幫你 把結果丟過來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 可以用一些其他方法 不見得一定要趨力在某一種方法上面 可是問題如果你每天都要處理的話 那你記得就是要不就是要改成 VBA 可是如果你這個地方不會寫 VBA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錄製去期 但是錄製去期的話 一樣 你看要彩排一下 你剛剛的動作可能錄製 然後呢就把它錄完 但是錄完之後你執行 一樣可以WALK 所以請各位錄製 然後讓它執行 可能我需要兩個按鈕吧 一個按下去 把它剖析過來 一個按鈕按下去 這邊把它清空 所以需要兩個按鈕 那請各位試一下 利用資料剖析 做出那個 分別擷取 殘框高的那個結果 試一下 錄製聚集的方法 所以在開發人員裡面 記得今天彩排一下 你就錄製聚集 一個要資料剖析 那一個要清除 錄製的時候特別注意 建議是 稍微把那個 動作彩排 而且動作 我是建議就是說呢 那個 你的 盡量有一些 因為錄製聚集的話 盡量不用滑鼠 這樣選 我是建議用快速鍵 為什麼用快速鍵 你錄 Ctrl-Shift 向下的話 Ctrl-Shift 向下的話 它就會自動選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 那也就是 如果你錄完之後 你不用改程式 因為它自動 以後 你這個範圍 如果增減的話 它會 有點像那個 我們向下追蹤 道理差不多 盡量用那個 錄製的話 盡量用快速鍵 否則的話 你錄下來 以後 程式要不斷在修改 可能會問題更多 所以呢 第一步 特別注意就是 游標 可能就是錄製 要 1 放這邊 先選的時候 特別說不是選整籃 是選 你要 剖析的範圍 當然你可以這樣選 不過我建議是 Ctrl-Shift 向下 所以1 游標放B2 2 Ctrl-Shift 向下 把那個B2 選到 那個 B欄的最下面列 可能是8 可能是9 然後再來就是利用 第2 1 2 3的話 就是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 你就把剛剛的動作 再做過一遍 就是固定寬度 然後呢 選取那個 你要的範圍 OK 你要的範圍 點要點準 這個可能如果點不準 你要再移動一下 下一步 那這邊的話呢 可能要做 第一個不要的 這個不要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就間隔 這些不要 到哪裡呢 到這邊 按個完成 那資料呢 就會過來 不過 過來之前 他會出現這個 是不是要取代 目標儲存 這個是一定會跳出來 可是呢 你以後錄製的話 會不會一直跳出來 也會 可是有的同學說 老師這個很討厭 這個東西 我可不可以不要讓他出現 每次都跳這個感覺好像 怪怪的 你一定要按確定 他才會過來 有沒有辦法讓他不要出現 當然有辦法 可是要怎麼做 如何關掉 OK 其實這個待會再講 第一步喔 所以資料製錄完之後 第二步的話清除 清除特別是一樣喔 當然你可能先 一一先選這個範圍 不過我建議 還是盡量不要用滑鼠 我是建議先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這樣選會不會 主要原因也是這樣 就是他會 自動幫你去追蹤 最右邊藍 跟最下面列 這樣的話以後程式不用改 所以 錄製聚集 恐怕盡量 還是用快速鍵 不然的話以後還是要改不完的程式 Delete 這樣就OK了 清除這三個步驟 1 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不過因為剛剛資料已經清空了 所以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Delete 這樣就OK了 錄完之後的話 當然我剛剛已經錄完了 而且 再產生按鈕 這個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 敘述一遍 我就做結果出來 你就會看 點下去 有沒有 他一樣會跳這個按確定 把它清除的話 一樣就清掉 裡面的話 錄下來的東西 你可以從聚集裡面去找 資料剖析 編輯 或者從 BBA也可以 我從這邊編輯 按一下 有沒有在這裡 他理論上會幫我產生一個 Module 1 這個是錄製自動產生的 如果說你可能錄很多次 Module 1 Module 2 很多個 不見得會放一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 錄下來的東西 到底幫我產生什麼東西 是不是都可以被理解的呢 你會發現 這邊第一行 其實就是 Range B2 到 B8 不過 這個我好像這次先錄了 如果你是用Ctrl Shift向下的話 那他可能在這一行的敘述應該不是長這樣 再來的話 底下 你會發現 資料剖析 在Ease 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名稱叫Test to Colors Test 文字 To Colors 加S Colors指的是藍 S指的是很多藍 意思是說幫你把文字 轉換成藍的意思 所以資料剖析 的英文意思 應該是文字轉藍 OK 那後面的話 它其實就會有一些相對應的參數 叫Destination 就是目標儲存格 特別注意 如果未來你看到冒號等於的話 那指的就是前面呢 是它的參數名稱 叫Destination 最後不是有個目標儲存格 到哪裡呢 我們是選C2 有沒有 所以Range C2指的是這個位置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 它還有一些什麼Data Data Type 它的資料形態 是根據什麼呢 Fixed 有沒有 Wish 固定寬度的意思 那所以呢 這邊有個 另外就是 Field 欄位的 Info 就是相關訊息 它後面的話呢 就是一些array 正列 那特別注意 前面這個數字是 第幾個字 它從0開始 後面的9指的是不要 也就是從那個第0的字 到哪一個字呢 應該是要第3個字吧 它就不要 不要的意思 所以 這邊的話它有一個 敘述是不要 所以0 1 2 到 這個4 後面這個4 0 1 不過你會發現它應該用by字算 所以長有沒有兩個by字 第4個字開始 後面是1表示是要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 這個都會有固定的規則 所以未來 假如說你錄完句子之後 你想要拿它來修改 是可以修改的 那改的原理原則是 第幾個by字開始 到第幾個by字 要不要顯示 如果要顯示的話 是1 不顯示的話 就是9 OK 所以這邊當然有相關的位置 所以資料剖析之後的話 執行就OK 那清除的話呢 基本上 執行 把它清除的話 這個範圍清除 不過其實清除 除了說可以寫 剛剛那個方法之外 兩行 其實另外有一個更簡單的寫法 以後呢 你只要記得 就是用範圍 點slate 它其實錄下兩行 不過理論上 如果我們自己寫VBA的話 其實就寫一行就好了 其實就寫什麼 寫 slate 跟selection 都可以把它刪掉 為什麼 因為它是 點下去之後 選取 那選取之後 會產生一個selection的物件 所以其實你只要什麼 點clearcontents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要不就這樣 你就range c2 到18 點下去 那清除的話 就打一個cl clearcontents clear是清除全部 clearcontents 是指的是清除內容 所以按delete 記得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會更簡短 那我們 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有一個問題 剛剛同學問的 就是 如果我今天 是要剖析 但是它每一次都會 跳出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在 eSale裡面呢 叫align align就是一個什麼 小的一個對話的一個 訊息提示 一個align 跳出來 那這個align 到底要跳不跳 其實是由 eSale管理的 OK 那eSale管理的話 eSale呢 在那個 VBA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對應的物件 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實際上我們這個VBA 就是 GeoBasic 那個 For eSale的application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管理它的話 不出現 其實你可以 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補一下 補什麼 就是把那個關掉 因為那個東西現在太討厭了 每一次都要跳 那如果我要把它關掉的話 你就要知道第一個 誰管的application 所以 Sale權限 就是 eSale 那eSale的話呢 它的那個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OK 字不要拼錯 其實是app 應用程式的縮寫 點下去之後的話 那管理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屬性 屬性 開跟關 所以裡面的話有一個叫d 要不要顯示叫displace 所以你就打一個dis 有沒有 其實大概打到di 大概就出來了 有沒有 dis 有沒有發現 它後面不用打了 其實叫displace 顯示 剛剛那個東西就是alarm 那如果要不要顯示的話 你可以呼叫它 那我如果不要顯示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它關掉 等於什麼 你會發現等於之後 它會自動跳出開關 要的話是什麼呢 True嘛 那不要的話呢 就是false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後面加一個false 這樣就關了 OK 不過記得 如果你把它關掉的話 有一種 可能性 就是說以後 需要跳alarm的地方 它就不跳了 那當然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建議怎麼樣 你在最後一行 就是 第一行的地方 先把它關掉 那最後一行的話呢 記得怎麼樣 再把它怎麼樣 等於True就可以了 先 如果你要 先做一些事 比如說你要修燈泡 你要先把燈關掉 弄好再把燈打開 OK 不然的話 它會不通電 OK 所以 開頭的話 先false 那 結束的話 再把它打開 如果你加了這一行之後的話 那就會由 Excel 去 管理 把它關掉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按一下 剛剛清楚 沒有問題 剛剛按下剖析它會跳 是否要取代那個範圍 那因為我把它關掉了 所以按下它 你會發現就直接輸出了 它就再也不會跳那個alarm 所以 那個東西如果你覺得它實在太討厭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一行 叫 Displace Alarm 把它false 記得呢 最後 也要再把它打開 否則的話 該打開 就沒打開 也會造成錯誤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